第五百六十五集 林明眼睛一亮 飞出了自己的宫殿 与此同时 有不少命运期 神海期 甚至一些神变期的弟子 也飞了出来 他们的目光 一起投向同一个地方 那正是天地元气漩涡的汇聚点 有人在突破九重命运 那是火焰广的腹地 是火焰广在突破 他果然突破了 啊 火焰广 这就突破九重命运了 这么快 林明愣了一下 他继承了上古魔头一些记忆 也知道武者在突破九重命运的一刹那 能够体悟到天地法则 眼下火焰广所在腹底上空凝聚起的这些元气云 都是天地法则自然汇聚起来的 而不是靠火焰广自身力量凝聚起来的 天地法则难以揣测 这些元气云中蕴含着大道法则的碎片 身体包裹在这股能量中 全身法则都会得到疏离 获得的好处不可想象 这也是九重命运跟八重命运差距巨大的原因 九重命运神海初期足以战胜八重命运神海后期 林明放眼望去 只见在那些元气云中凝聚出一轮又一轮的道徒 这些道徒的纹路无比繁杂玄奥 甚至有类似混沌时刻的奥秘蜜蕴含在里面 哪怕神军境的强者都不能完全领悟 这就是天道法则 能量运转最根本的轨迹 突破九重命运的时候 他们会像潮水一般倾泻下来 能品物多少就看自己了 哎呦 殿护法 殿护法来了 随着几个弟子惊叫 一群身穿红衣的殿护法飞了起来 他们个个都是神变境后期修为 这些殿护法年轻的时候也是凤凰殿弟子 不过他们没能突破九云 而是依靠着进入神变期成为了凤凰殿弟子 这种武者本身天赋也是非常高的 可是想踏入神军境却有点困难 凤凰殿规定 弟子满一百二十岁后就要脱离凤凰殿 在凤明宫任职 这些人就会选择留在凤凰殿成为这里的殿护法 几个殿护法一出现就联手布置了大阵 将火炎广锁在府底笼罩其中 这是预防有人打扰 度九重命运是弟子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机遇 九重命运 肉体丹田灵魂全部裂解 化成最本源的粒子 融合在天地法则形成的元气云中 这是参悟天道的最佳事件 度一次九重命运得到的领悟 能等同于神军境强者闭关百年 所以才说度过九重命运 那是逾越龙门和八重命运有天地之别 八重命运多半会止步神变 少数人另有机缘修成神军 而九重命运必成神军 甚至日后还可以冲击更高的境界 成为凤鸣宫公主级别的存在 也有那么一丝希望 整个凤凰殿弟子成就九重命运的算上火炎广 不过二十九个 其中绝大多数已经突破神变 在凤凰殿神变境武者其实占了大多数 他们平时修炼授课居住都跟命运和神海武者分开 这也是理所当然 神变境的武者就算天赋再差 实力也得超过林明一大截 一起授课这没法教 你把一清华北大的教授和一小学生放一块怎么教啊 停留在神海境的九云武者只有寥寥几个 而还在命运期的九云武者就火炎广一个 凤凰殿对于九云武者当然重视 突破九云容不得半点差错呀 厉害啊 厉害 虽然早就知道火炎广有很大机会突破九云 可没想到这么快啊 而且这么稳 你看看 这天空中的元气云纵横达到十里 非常不错了 三年前黄月红突破九重命运 只有六七里吧 同样是九重命运 也有极大的差距 有些人堪堪突破九重命运 元气云只凝聚方圆三四里大小 其中蕴含的天道法则数量当然有限 肉体玄丹和灵魂进入其中得到的领悟也不多 可有些人元气云的面积却可以达到他们的十几倍 甚至传说中有九云舞者的元气云能纵横几十里面积十分恐怖 纵横几十里的元气云呢 比起纵横几里的元气云可不是大了十倍 而是大了一百倍 这是面积啊 一百倍的天赋差距 要知道能破九云的都是人中之龙 比人中之龙还强一百倍 什么概念 不得了 不得了 看看元气云的面积还在增大 这还没达到巅峰啊 已经有十二里了 十二里啊 这个数字蕴含天地质里了 元气云以三里一个等级 最小就是三里 而后六里是第二等级 九里第三等级 十二里第四等级 不过九重命运的等级不叫等级 叫重天 一级就是一重天 四级就是四重天 黄月红当初七里元气云只能算二重天 可现在火焰广竟然达到了四重天 比黄月红高出两重天啊 是啊 真让人嫉妒啊 我们度九重命运希望十分渺茫 哪怕有三里元气云 我都烧高香啊 哎 可惜啊 我多半得以八重命运进深海了 到时候靠着家族关系 才能继续留在凤凰殿 可是人家火焰广 一下子就是第四重天 是啊 第四重天的元气云中 不知道得蕴含多少大道法则碎片 凝成大量的大道图文啊 火焰广得到这些天地法则洗礼 日后成就会越来越高 让我们望尘莫及啊 周围的舞者议论纷纷 有人感慨 有人羡慕 当然更多的人是嫉妒 除了火焰广的小弟 很少有人愿意看到火焰广 爬到自己脑袋上分自己的资源 九云舞者 在整个凤鸣宫都是极有地位的人物 个个有过人之处 林明知道自己当初能够踩下黄月红 只是因为他的天赋 潜力超过黄月红 而不是实力超过对方 真打起来 哪怕自己有凤血枪相助 也多半的输给黄月红 毕竟黄月红的修为是九云深海出气 偏地阵图不断凝成破碎 再凝成再破碎 袁启云面积扩大到十二里后 竟又开始慢慢缩小 经过三刻钟的时间 竟然全部缩入火焰广的府邸 那方滚的元气云中传来火焰广的长啸之声 这声音直冲云霄穿云烈时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肆意流散出来 让人心神惊惧 此时的火焰广身体与天地法则融合为一 八重命云以下的舞者都难以承受他的威势 已经成功了 火焰广度过了九重命运 接受了天地法则洗礼 日后成就不可限量啊 是啊 光威势就让我们难以承受 正面和的战斗 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被虐杀的体无完肤 差距太大 火焰广度过九重命运后 剩下年轻弟子中有希望度九重命运的 就是林明和火烧炎 火烧炎还得悬单起 度九重命运还早呢 下一个应该会是林明 不知道林明能不能顺利度过九重命运呢 我看应该没问题 他是圣气阁气灵看好的人呢 三十六年不出世的凤血枪都让他拿走了 度不过九重命运 那就闹笑话了 我看未必啊 林明入凤凰殿一个月 面对那么多挑战充尔不闻 说不定徒有其名啊 圣气阁气灵的判断未必公正 他也是个生命 未必就没有私心 这些弟子说话间 天空中的元气云已经完全收缩了 一个金色的凤凰虚影 在天空中凝聚 展翅翱翔 这是火烟广的本命精血凝出来的 如此浓郁的骨缝血脉 那远不是林明能比的 喝 这血脉 林明看着半空中飞舞的金色凤凰 和自己体内的骨缝血脉一比 完全就没可比性 火烟广体内怕是少说得有数千滴骨缝之血 而且他体内骨缝之血的质量也不是自己能比的 这就是出身在大家族的优势 很好 很好 火烟广发出一声酣畅 淋漓的长笑之声 第四重天 九重命运 我达到了 这就是属于九重命运的天道法则洗礼 我无数次听人说过 今天终于亲自体会到了天道法则 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身体灵魂丹田全都裂解成粒子 感受深刻无比 对日后的修为会有甚远的影响 凤凌之血果然是好东西 否则我怕是最多凝成十里元气云 好 太好了 凤凌之血 原来是凤凌之血的辅助 周围弟子听到凤凌之血的名号 又是感慨 又是嫉妒 这么珍贵的骨凤之血精华部分 他们哪有机会享受到啊 林明 我已经修成九重命运 你怎么还是五重命运呢 这修炼速度也太慢了吧 你之前说过 我如果能准备足够的赌注 你就和我赌斗 你记不记得了 现在我拿出赌注 就是凤凌之血 十滴 十滴凤凌之血 赌你的凤血枪 不过 我猜你也不敢应战 你哪怕有凤血枪弥补差距 在我第四重天 九重命运的碾压下 也不堪一击 你要不敢应战也行 跪下来 给我道个歉 我不计较你食言而肥 原本九重命运修为挑战五重命运 根本就是借势压人 甚至不 可火炎广跟林明不一样 林明之前放出话了 只要火炎广拿出足够赌注 他就应战 并且还羞辱了火炎广一番 现在火炎广突破后 过来挑战 又拿出足够的赌注 这顺理成账 对高傲的天才来说 说出去的话 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话不算话 拉屎往回坐 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哎呦 十滴凤灵之血啊 这价值等同于 普通的极品盛器了 火炎广就算出身大家族 又怎么能弄到 这么多凤灵之血啊 别忘了他自己 突破九重命运的时候 还用了一些呢 嗨 你啊 他当然弄不着啊 可以借啊 他有个精士奇才的小书 马上就修成神军了 火炎广向他借凤灵之血 应该能借着 到时候把凤血枪迎来 把凤灵之血再还会去不就行了 甚至这凤血枪 也得给他小书分点好处 哎 这火炎广 也有点太咄咄逼人了 四重天 九重命运 挑战人家林明 这不明显欺负人吗 林明才五重命运 怎么应战呢 不错 就是欺负人 就是打脸 火炎广啊 大概也不指望林明有胆子应战 他就是借着今天破九重命运 风头正盛 抽林明的脸 抱几天前被林明凌辱之仇 嘿 我看林明今儿个灾了 之前话说的太满 谁让他有事没事 总以别人没有极品盛器为借口来拒战 这回行了 自食其果 哎 我要是林明啊 我就忍下今天的事 当回缩头乌龟 之后韬光养晦 努力修炼 突破九重命运之后 我弄死他 哎 你傻呀 林明破九运了 火炎广的得破深海 这不还是被压吗 而且火炎广让林明贵些道歉 男儿膝下有黄金 尤其天才何其高傲 怎么能贵呀 这些舞者议论纷纷 目光都集中在林明身上 等着看林明的反应 林明若是理智的话 就应该忍下来 丢了脸面是小 丢了凤血 枪是大呀 林明背负双手 傲力风中 不动声色 因为火炎广 凝聚天地元气 天地间元气 充斥着无数狂风 狂风肆意撕扯着 林明的衣衫和长发 此时的他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在面对天地一般 林明的嘴角 泛起一丝笑容 缓缓的说道 我当初说的是 如果你有极品圣器 我便与你一战 你却拿出十滴凤灵之血 我想问 十滴凤灵之血 能赶得上凤血枪的价值吗 林明这些天 阅读了凤明宫很多点击 大致知道凤灵之血的价值 十滴凤灵之血 只能比得上比较一般的极品圣器 比凤血枪那差许多 林明的打算是 既然要战一场 那就赌大点 火炎广就拿出十滴凤灵之血 太少 不过林明刚才这番话说出来 在其他舞者一听 那就是另一重意思了 哎 果然林明不打算应战 挺有意思啊 其实你说你不敢应战 大的方方认输就得了呗 五重命运对九重命运 本来差距就大 这抠字眼 这手段不光彩啊 你以为大逢的认输 火炎广就这么算了 他必然会借此机会 狠狠羞辱林明一番 这个时候胡搅蛮缠才聪明呢 火炎广大笑 林明 我道你是个人物啊 没想到你这么无耻啊 不敢战 直接说就是 竟用这种拙劣的借口 避战简直可笑 今儿个 我让你死个明白 你说十滴凤灵之血不够 好啊 我出二十滴 再加上两件上品盛器 而且都是上品盛器中的顶尖货色 一件单颅一件发衣 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火炎广当初申请到的凤灵之血 极限就是二十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极品盛器 不过他却没有拿出极品盛器做赌注 拿出极品盛器 林明就算是猪脑子也不敢战 到时候 只是羞辱了林明 没让他输得体无完肤 那怎么能爽呢 现在火炎广一口气 放出二十滴凤灵之血 大赌注 就算他小书拿 那也是伤筋动骨 这还得算上他自己的单颅和法衣 这是下血本了 火炎广敢这么说 就是因为他确信自己能赢 四重天九重命运 再加一件隐藏的极品盛器做杀手锏 这都不赢他可以买块豆腐创死 或者撒泡尿浸死了 天呐 二十滴凤灵之血 顶尖的单颅法衣 应该是火炎广自己的化阳颅和九语天衣 这哪是赌斗啊 这是拼命啊 是啊 这些东西加起来 价值比凤血枪也不逞多让啊 谁输了 就轻甲荡产了 你这不起人忧天吗 你呀 真以为林明会出战啊 除非他是个白痴 一个神海初期的弟子不屑的说道 他才是八重命运 本来就对这些能度九重命运的天才有些嫉妒 所以忍不住挖苦一下 可他话还没说完 林明笑了 笑得很肆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二十滴凤灵之血 还有顶尖的丹炉和法衣 不错 你现在拿出来放在涅槃祭坛上 我与你一战 林明心中也充满期待 神域天才 真正的九重命运武者 自己第一次要交手 而且赌注这么丰厚 这一战绝对刺激 是吧 林明一席话说出来 刚才以不屑语气说话的武者 差点精掉下巴砸了脚面 林明要应战 他疯了 林明天赋强不假 哪怕这一个月来一场战斗都没打 所有挑战都拒了 让不少人怀疑他是不是徒有其表 可依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 林明有过人之处 不因为别的 只因为圣气阁气灵的判断 但是就算是圣气阁肯定的天才 也不能五重命运占九重命运 要知道 凤血枪是三十六年不出事 可这三十六年来 还是有不少其他的极品圣气被取走 而三十六年前 也有如同凤血枪一个等级的顶尖 圣气被人从圣气阁取走 林明取走凤血枪 虽然经验可也不是独一无二 凤凰殿神变强者中 有比林明还变态的 就拿凤凰殿首席弟子白道宏说吧 八十年前一连取走圣气阁两件第一圣气 而且还得到了老公主的本源之力传承 风头一时无两 林明啊 也就能号称凤凰殿三十年来第一天才 这还得是在圣气阁气灵梅判断失误的情况下 再往前追溯就未必能比了 火炎广也不差呀 就凭四重天九远 号称凤凰殿十年第一天才 也勉强当得上 三十年来第一天才 又能比十年来第一天才强多少呢 就凭这二十年的差距 就能五重命运打九重 这个林明为了面子答应这么离谱的挑战 他难道不知道现在硬些挑战到爽了 可一会被虐到体无完肤更惨呢 一个舞者皱着眉说道 在他身边一个火炎广的跟班肆意的笑着 你难道不知道下界舞者蠢吧 不过确实我也没想到能蠢到这一程度 这智商我以为零就是最低了 整了半天还有负数 他难不成以为这神域还是下界 他在下界 五重命运就能占神海 就以为在神域也能占神海 这智商这得负多少啊 我总觉得没这么简单 也许林明另有打算 别忘了凤血枪也能弥补几个境界差距 火炎广只有上品盛器吧 只有上品盛器 那个投靠伙计的外星弟子心中冷笑 你们又怎么知道 火炎广为这一战专门借来了极品盛器 虽然不如凤血枪可也不差 再加上品盛器的法衣戒指 火炎广的装备丝毫不比林明差 狮子薄兔易用权力 何况关系到如此重大赌注的一战 火炎广岂会在没把握的情况下 赌上身杰和性命啊 这外星弟子只是在心里自言自语 没人知道